香港青年, 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Hello, 阿世在 今天我們這條影片 就說要帶大家去看港車筆上實地測試 看看通關時間有多快, 多方便 港車筆上的申請流程 相信大家在網上都找到很多資訊 步驟上分為幾點 首先大家可以上香港運輸署的網頁申請 然後再登陸內地的港車筆上訊息系統 申請註冊 當大家收到通知的時候 預約到中檢驗車 以及買膠強險 和第三者保險 這些保險就可以在中檢做完 另外當大家驗車後 辦理內地部門的備案 然後大家可以等消息 大家在港車筆上訊息系統 註冊了一個帳戶 裏面就會收到內地有關部門 寄給你的電子版本的臨時牌照 大家需要將這個臨時牌照 打印出來 我就建議大家過上膠 放在車頭上 然後就可以等香港政府 郵寄一個禁區指給你 這個禁區指的全稱 好像叫做禁區通行證 就跟我們平時車頭的行車證的尺寸差不多 大家收到這一張禁區指之後 去汽車用品譜 買多一張靜電貼 把它貼在車頭行車證的下面 大家具備這些資料 和文件的時候 就可以正式去到港車筆上了 現在我和阿西 就在香港出發 其實港車筆上 過香港的關和過內地的關 是有不同的 港車筆上的話 過香港的關 司機和乘客都是不需要下車的 而且過關的時間還是非常快 我們那天只不過用了兩分鐘時間 就已經過了香港關了 在那個關口所需要的時間 其實比起大家平時 在洪水收費停 去到停下給錢的時間 是快很多的 但是過內地關的時候 乘客是需要下車的 我們稍後會試給大家看 大家不需要擔心 第一次港車筆上 會不熟悉那些路怎麼走 因為香港這一邊 那個指示是十分充足的 大家沿著北大魚山公路 其實跟著的指示牌 都可以去到過關的閘口 那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正式現在就上這個港珠澳大橋了 現在我們差不多用了半小時 前面一點就是珠海口岸 還未到之前 我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港珠澳大橋 上面會有很多插速相機 如果大家超速的話 很容易被相機拍到 除此之外 其實在這個橋面的範圍 是實施了區間測速的 區間測速這件事 其實我們香港還在測試中 例如我們荔橋 啟德機場隧道 好像荃灣路 這些地方我們香港是在測試中 但是不會捉住的 但是內地 很多年前已經實施了很多地方 很多高架橋 或者是高速公路 都會有這個區間測速的 區間測速的意思是 我在這個位置入口 我中途可以 就算不放任何相機都好 我的偵測器 去到你尾段的時候 這條路 整條路 計算公里數 你用了多少時間 去計算你平均時間是多少 如果你這樣是超速的話 你比平均時間快到達的話 你用了一個不可能的速度到達 即是超速 超出了速度 超出了速度範圍 那你就會被檢控 不過這件事好像內地 一向都是這樣的 因為內地是沒有相機 內地是錄影 都有相機 少一些 但是相機是最少的 最多是什麼呢 大家看到龍門架 路上的龍門架會閃閃閃閃的 那些是相機 有些是錄影著你 用影像 透過電腦AI 去找你的速度 幫助你是不是超速的 所以在內地超速 是很難走得掉的 我們現在差不多到口岸了 還有提醒一件事 因為我們過內地關的時候 乘客一定要把所有行李都拿走 是的 因為他會檢查一下 如果你沒有拿行李走 他見到你多行李 他就會煩 沒錯 所以待會我要把所有行李都拿走 過關 是的 那這裡的收費庭 它會有一個叫ETC系統 那這個ETC系統的通道 好像是香港的二通行 還有那個AutoTall 都可以用到的 那我們今天就試一下 用不用到 我上次不敢試 我上次走了這個人工通道 人工通道 我就給香港的支付寶 去到數碼這樣 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就試一下今天自動 自動車輛 是的 試試看行不行 走進去這個 應該可以的 因為我看到前面那輛 都是香港車輛 應該是自動的 我們有AutoTall系統 有啊 AutoTall 可以的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那交易成功 你沒有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剛才那裡 142.5元 那可以便宜了 因為如果我手動 不是自動的話 是150元 是的 那我們現在進來這個口岸 即將就會放下阿西 那我稍後下車就會開始 拍我過關那段時間 是怎樣過的 因為過關口岸 我裡面就拍不到 那我就會拍進去 和出去的過程 對 那轉頭 這個減速帶 看不到 嘩 很厲害 有時候在想這些減速帶 用不需要連續幾條一起 這倒是三條 平常那些只有一條而已 那我覺得 如果轉頭 我們也等不到阿西的話 那可能大家 以後就 見不到我了 你減了我 不知道阿西過關有沒有問題 應該沒有問題的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的 我暫時沒有這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來到這裏 就是一個放下阿西的地方 那 那 找到一邊 對 那我稍後就會下車 拿行李過關 對 那我現在就即將放下阿西 但你要在車尾那裏 拿行李 對 拿回你那裏 自己應領自己的行李 好 如果 幫別人拿行李過關 或者別人幫你拿行李過關 其實這也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尤其是坐那些 三不認識的人車 或者不太熟 那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覺得這件事 就看看大人眼快還是我快 還有 等下過關的時候 我就不可以拍給大家看 那我到時候出了關 我就拍給大家看看 是甚麼情況 是的 那我就 現在準備過關 過完關 看看我們用了幾分鐘 好了 那我呢 就過完關了 那我用了幾久呢 是三分多四分鐘左右 那 那現在我就在這裏等著阿西 那阿西呢 就 咦 不遠處都在走過來了 好了 那現在呢 我過完關了 我就看到大眼的車 是吧 它竟然比我快 因為剛才我在上面的時間 過關都非常快 我想用了兩分鐘時間左右 因為上面真的非常少人 那走過來 這個過程 雖然我們拍不到 但是當中裏面呢 有多少事情要做的呢 就是 我們進了一條通道 去準備檢查架車的時候 它在旁邊會有一部機 或者是這邊 或者是這邊 那我覺得 我們香港是右軚 我們選擇右手面那部機 就是最好的 那部機裡面呢 那部機裡面呢 有幾個系統的 有一個呢 就是 scan你的證件 那 即是回鄉證 那 奪完回鄉證之後 好像八達通那樣奪 那奪完回鄉證之後呢 就打指毛 打指毛 再隻眼睛看鏡頭 那看完之後呢 核對了面容 那就檢測了你的體溫 那檢測了體溫之後呢 你再出示你的健康碼 即是黑碼 那掃上黑碼之後呢 其實基本上 那個程序就會完結了 完結了 完結了之後呢 它就會檢視你的車輛資料 就會很快放行 那在這裡 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呢 就是 它那部檢測機呢 即是 處理程序的那個通關機呢 它是可以上下移動的 那它會配合不同高度的車輛 它會正常呢 就自己就回你的車型的高度 去到移動 但是若然呢 它 即是移動的位置不好的話呢 其實在下面是有兩顆按鈕 可以大家上下調校的 那調校一個適合自己的高度 讓那個鏡頭拍到自己的樣子 和可以檢測到你的體溫 那就很快可以通行到的了 那其實我和阿西呢 現在這個珠海口岸的時間 我就三分幾四分鐘 我非常快 你也是多我半分鐘的 我非常快 是啊 那是非常之快的 那今天我們的時間呢 就是星期日來的 沒錯 是假日來的 而且看到呢 現在拍在外面的車 都不算太多 嗯 是啊 我上次過來都是 不算太多的 那所以 大家如果申請了港車不上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 就是有愛又恨的 那恨就是回來那一下 就要繞一個大圈 是啊 那愛的成分是多一點的 沒錯 大家可以開自己心愛的車 去廣東省各地 去到遊玩 又可以感受一下內地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如果是在申請那裏 還有一件事想提到的就是 有些人會出去找保險 但是呢 我們申請港車不上的時候 在中檢的集團那裏 中檢就是幫那些車檢測 就是查車、驗車的地方 在元朗那裏 那裏的地方裏面 有個官方的窗口 是幫大家買保險的 那窗口可能買保險會貴一點點 但是呢 你買完那個交強險 和它那裏可以加個第三者保險 加完之後呢 在那裏它可以立即 去和你登入廣東省信息的網頁 去將你的資料上載上去 那這個是方便大家的 那我覺得大家如果 是上得來的話 除了買交強險 第三者保險呢 都一定要買 因為現時呢 內地有很多靚車 那跟我們香港不同的 那內地有很多土豪 那些車甚至乎是 幾百萬 好像我們香港那些富豪那樣 都有那些車 有多跑車 那所以有些什麼 黑花損傷呢 那都不好的 還有內地呢 即是Touchable 講句 你車到人啊 那些是很大件事的 那所以為了自己 亦都為了他人著想 第三者保險呢 我覺得是必定要買的 嗯 我覺得這個可以稍微 調校一點點 那因為條路 是很直 很靚 起得這麼靚 那如果不是正常打風 不是很大風的情況之下呢 其實是十分之安全的 是的 那我們今天呢 就測試到差不多了 還有先做一個預告 那我們接下來呢 那港車不上 我們沒理由只有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是的 當然 我們上得來 當然會帶大家去 廣珠澳大橋的西面 即是我們粵西地區 不是叫粵西 叫大灣區的西面 找一些吃鶴玩樂的資訊 帶大家去看一下 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沒錯 那記得我們連續幾個星期 都可能會出片 是的 沒錯 那大家留意著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那最後呢 當然要訂閱和讚好 分享留言 是的 那好了 下一條影片見 我們現在去珠海找東西吃 好 拜拜 拜拜